我们并不陌生英雄刘忽兰的事迹 那年刘忽兰只有15岁 是被砸刀杀死的 在其牺牲后 我方也一直在寻找杀害他的凶手 1951年 我党终于抓捕了杀害刘忽兰的一名凶手 经过审问 这个人又供出了与刘忽兰之死相关的人 那么用砸刀杀害刘忽兰的那个大胡子凶手 他的下场到底如何呢 刘忽兰于1932年出生在山西 那时正值抗战年代 刘忽兰亲眼目睹了日军的累累罪行 所以他从小就憎恨日军 稍微长大后 刘忽兰也为抗日战争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1946年 14岁的刘忽兰在解放战争打得火热的时候 加入了江西的复旧会 不幸的是 那时候的江西还受到了江西王延西山的控制 作为蒋介石的忠实粉丝 严西山在江西开展了很多针对我党人士的肃清运动 刘忽兰也在被针对的人群中 1947年 严西山发现自己管辖的文水县出现了很多我党人士 他们大力宣传共产党思想 并拉拢了很多百姓 这件事让严西山很是不满 于是他立刻下令 派了一个营前去将文水县包围了 这些士兵还抓捕了很多我党人士 刘忽兰也因为叛徒的告密而被抓捕了 当时刘忽兰只有15岁 敌军看他年纪小就理所当然的认为他容易屈服 他们先是在刘忽兰面前用闸刀杀害了六名英雄 企图用杀鸡紧猴的手段来逼迫刘忽兰说出机密 可没想到刘忽兰面无巨色 他从容走向闸刀英勇就义 刘忽兰等人的牺牲是我党的损失 我党也一直在努力为他们报仇 1951年 公安机关将山西省齐县的某个药铺 一名叫许德胜的炊事员抓了起来 原来许德胜就是杀害刘忽兰等烈士的凶手之一 我党当然不能饶恕他 将其判处死刑并于同年4月4日执行 然而在行刑前 许德胜为了自保又供出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他并不是直接凶手 不过这条线索并没有救许德胜一命 组织还是决定以死刑处决他 后来公安机关人员根据许德胜提供的线索 于1951年4月又抓到了一名叫王连城的嫌疑人 在警方的审问下 王连城说出了他的所作所为 原来王连城是1945年被阎西山抓去当了壮丁 他在部队里被编入215团第一营重击枪连 后来王连城又凭借着仅有的一点文化知识 成为了部队里的文书上士 1947年 王连城又成为张全宝麾下的一名战士 那时张全宝只有40来岁 身高中等 长了一脸落腮虎也没什么文化 所以王连城很快就成为了张全宝眼里的红人 1947年 阎西山命令215团第一攻打温水县 连长张全宝趁机杀害了刘胡兰等人邀功 再后来 我军解放了太原 王连城被俘并于1949年5月回到了老家 至此 他与张全宝完全断了联系 1950年 王连城离开老家又跑到了山西找工作 阴差阳错下 他来到了一间杂货铺 却突然惊恶 这个店铺老板不就是自己曾经的上司张全宝吗 可是他那一脸落腮虎哪里去了 许是张全宝也认出了王连城 他生意也不做了 就拉着王连城去酒馆里喝酒 席间他威胁王连城道 自己故意拔掉胡子 就是为了不让人认出自己 要是王连城 向我军透露了自己的任何消息 自己一定不会放过他 随后 张全宝又给了王连城一些银员 作为封口费 王连城害怕家人受到伤害 只得答应 后来在警方的逼问下 王连城终于说出了张全宝的全部信息 他就是杀害刘胡兰的大胡子凶手 警方人员在了解张全宝的藏身地点后 立刻制定了抓捕计划 警方认为张全宝当过兵 他肯定掌握着一些反侦察技能 说不定他的家里还藏有枪支 于是警方决定先表面上放松对张全宝的监视 让他误以为外面很安全 然后趁其不备再将其拿下 然而那几天警方却发现张全宝的店铺一直关闭着 他的妻子吴翠华总是对外说他回老家了 可是吴翠华却每天买大量蔬菜粮食回家 这其中一定有仗 于是警方就伪装成查户籍的人 前去张全宝家里一探究竟 他们发现张全宝家里有一个大坑 这个大坑中间鼓鼓的 而且整个卧室里弥漫着一股烟味 这就很奇怪张全宝不在家里 他的妻子也不会抽烟 那么烟味是哪里来的呢 很明显张全宝就躲在家里 警方决定趁吴翠华不在家的时候去抓人 同年5月8日下午6点 警方包围了张全宝的住宅 等吴翠华做好饭后 张全宝果然出现了 警方迅速憧憬张家 张全宝也不慌张 只是说了句 我回屋换身衣服就走 换衣服是假 拿手枪是真 警方一眼就识破了他的伎俩 还没等其反抗 就将他逮捕了 之后 警方又顺藤摸瓜 逮捕了另一名凶手 侯宇盈 1951年5月13日 张全宝和侯宇盈 被押送到万全县看守所 同年6月初 张全宝和侯宇盈两人 被捕的好消息 传遍了全国 6月24日 张全宝和侯宇盈两人被枪决 组织念在王连城 举报有功 不是杀害刘胡兰等人的主要凶手 就将其无罪释放 1958年底 警方又抓捕了另一名直接凶手 石武则 这个人因为私事 和刘胡兰结下梁子 为了报复刘胡兰 他就向敌人举报了 刘胡兰等人的行踪 直接促使刘胡兰等人被抓 被杀害 1963年2月14日 警方枪决了石武则 至此 组织终于替刘胡兰等人报仇了 他们的英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组织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罪恶分子 任凭他们怎么伪装 终究逃不过正义的制裁